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杰晴思维 早安 你好 我是Jocelyn慧敏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本期嘉宾呢 就有Farm Fresh的集团董事总经理 兼执行总习生长 我们有雷端亦先生 Hello Mr.Loy 你好 Hi Good morning Jacelyn 是 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绿油油的一个环境 我们就是来到了Farm Fresh的这一带 那说到Farm Fresh呢 我相信大家也是对这个品牌非常熟悉 然后在这里呢 也是要恭喜你们 因为呢 连续三年获得了Pultra Brand Awards Platinum白金大奖 恭喜恭喜 Thank you 那也证明说你们的品牌呢 其实是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跟认可的 我们知道说Farm Fresh呢 在过去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突破 但这一次的突破呢 就是推出了Farm Fresh Growth粉状儿童奶 那也是想请Mr.Loy呢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想要推出这样的一个粉状儿童奶呢 为什么我们推出这个儿童奶粉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市场很多产品给这些儿童 我们觉得不是很影响 这个东西我觉得讲 母亲她们也要去研究一下 所以讲好像我们两年前 我们就看到WHO跟那个 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那个United Nation的那个Unichef 他们也是有publish就是讲 儿童长大奶粉的行业 其实是very misleading and very manipulative so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为什么我们Farm Fresh就是想要出一个这个奶粉 就是给母亲她们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明白 因为呢好像对于WHO世界卫生组织 或者是Unichef来讲的话 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他们去做了这个研究 也得到了一个结果 就是说很多的父母 在为孩子去选择这些的配方奶的时候呢 其实是发现到很多的一些营销手段 也是制造了很多的焦虑 让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焦虑呢 而去做出了一些不是那么正确 或者是对孩子不是说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也是特别想了解一下 因为Mr.Loyne提到讲说 好像不是很适合小朋友 是不是因为你也是看到了在小朋友身上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健康问题呢 我们现在看一个小孩子 baby长大的应该是会很健康嘛 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会有那个hyperactive 有的时候四五岁啊 牙齿就全部烂掉啊 就很胖啊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讲这个应该是我们做父母的 要真的是详细去看一下问题是出在哪里 这个儿童奶粉很多糖分在里面 所以讲他们要非常小心看那个labeling的话 来讲make sure就是讲没有麦芽糖糊菌啊 还是什么multodextrin这些东西 令人挺担忧的一点就是因为 小朋友从小到大都喝很多的一些奶粉 那如果它里面的成分是以这个麦芽糖糊菌为主的话 那它就会摄取过多糖 然后可能就会出现糖上瘾的问题 对对觉得糖上瘾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一上瘾的话来讲你一天喝四五次的话 身体里面的糖分太多了 所以讲对孩子真的是很不健康 那个糖分太多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有办法去消耗那个能量 所以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我父母会觉得 孩子好像有过冬的情况啊 甚至当他躺上瘾 晚上没有喝到奶他就会很生气 对 就会发脾气 对对 可是你提到讲说 现在很多市面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那你们farmfresh growth粉状儿童奶 又有些什么不一样 我们出了farmfresh儿童奶 我们就是用天然的奶粉 就是food cream milk 球那边我们就增加22个的维达米给孩子 他们好像vitamin D这些我们会加多一点 但是最重要我们是加了这个BB12的乳酸菌 因为孩子他们有时候便利啊 就是都会有问题 所以讲我们是很透明的一个labeling 那除了就是说加了这个22种的维生素矿物质 然后有这个BB12的乳酸菌 然后还有7倍的DHA 这个DHA也是很重要可以帮助孩子的脑部 还有可以对身体的一些成长 好像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市面上的一些奶 他们也是会讲说我们添加了很多的那一个 钙质在里头 那这个又怎么看呢 我们的钙质就是乳牛的自然的钙质 一包奶粉的话 你产了太多其他的原料进去里面 还是那些糖分在里面 你那些钙质就跌 那么你再加上那个钙质 你用那个Caucion Carbonate这些 其实那个是因为我后面这个牛每天在吃的那些 但是孩子他们哪里能够吸收 High Caucion的话不代表我们也要看就是讲 这个是自然的钙质还是是假的 所以好像今天听过了这些分享之后 如果家长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在Found Fresh方面呢 是不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的 Support Program Campaign可以帮助这些父母了解的更多呢 在UPM的话 我们要开始做那个Mothers to Mothers Club 就是希望这样带那些母亲他们进来 母亲跟他们可以聊天 我们也会跟他们讲 要怎么样看label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些很明显的事情 好像一个母亲的一个forum这样 让大家有一个集合点 就是把所有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然后可以互相的学习 那父母肯定是想要给孩子最好的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可以让大家认识更多 做出更多正确的选择 今天呢我们也是谢谢Mr.Loy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